918当天,中国海军航母编队通过日本进海 日本却连反对也不敢提 那么这是以最好的方式纪念我们的国持日 大家好,我是施涛 2024年9月18日晚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部发布了最新的新闻 表示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是通过了日本的比联区 这个比联区是位于冲绳县与宇纳国岛西表岛之间的比联区 那么通过比联区是进入到了西太平洋的海域 那么日本方面是明确的表示 那么在通过期间 中国海军相关舰支没有起飞舰载机 也没有起飞舰载的直升机 那么是匀速的无害通过 因此是符合国际法的相关要求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让国内的网友感到非常的提气 不只是因为在918当天 我们的航母编队是通过了日本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堂堂正正的这么走过去 和小日本当年偷偷摸摸在中国搞事情 那可是大不一样 而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远赴西太平洋的相关训练 其实还可能有一些隐藏的看点 那么之前在央视融媒体中心推出的 这个淬火系列的宣传片里面 其实有对辽宁舰进行过相关的暗示 就是说辽宁舰放飞过一款与歼10-5完全不同的舰载战斗机 这自然让我们的网友们联想起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歼35 那么实际上之前辽宁舰是专门回到了 这个船厂进行相关的改装 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部分 很可能就是为了歼35做的这种适应性的改装 那么这一次淬火隐藏的这个彩蛋 更让大家坚信 实际上歼35已经在辽宁舰上完成了相关的舰机匹配试验 完成了起降的作业 不过在这一次通过日本近海的这个辽宁舰编队上 并没有发现歼35的这个真机在甲板上的这个痕迹 那么根据分析 有可能是歼35战机目前还处在机库中 那么在航渡过程中 战斗机放在机库里 可以减少相关恶劣海放对战斗机机体的腐蚀 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就是有可能歼35是会从陆地起飞 飞到大洋上与航母集合进行相关的训练 不过这个概率相关来说是低一点的 那么辽宁舰这一次远赴西太平洋的训练 不只会对未来可能的西太平洋站位进行更多的熟悉 还有就是会配合舰载机进行相关的起降 这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就是大家也发现 福建舰自从9月4号出港之后 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那么最近的卫星照片显示 福建舰很有可能完成了第一次海上的横向补给的实验 那么接下去 福建舰是否会和辽宁舰配合 进行相关的舰载机起降的实验 也确实是让人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说 在目前中国海军是很难得的处在了三航母时代 我们三艘航空母舰都处于在航状态 那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三艘航空母舰 而相比之下 美国目前在太平洋上是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 那么日本更不用提 虽然它改装了这个航空母舰 但实际上战力还是相当的不可靠的 因此我们说 中国海军目前在西太平洋 在航母作战实力上 是有着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的 而这样的一种强大的战力 正是我们保卫国家最大的底气 而这样的底气 也是我们能够去正视我们918国耻日 能够我们再不让这种历史的遗憾 历史的悲剧再次发生的这么一个根本的这个底气 那么有了这一些 我们强大的海军 有了我们强大的军队 才能够报家卫国 才能够不会再发生历史上的那一些过吃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屏幕区和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